Hello 大家好 今期的人物傳記就是版本龍馬 其實版本龍馬早幾年我曾經說過 版本龍馬其實我主要認識的知識 來自日本的大河劇就是龍馬傳 都看了很多年已經不太記得了 還有當然就是偉大的Google大神 所以可能有些東西會說錯或者不准 大家就無謂太在意 如果真的有錯的資料可以留言告訴我 現在畢竟是靠我自己的記憶 其實版本龍馬為何這麼多人認識呢? 首先是因為它在遊戲上都非常多的遊戲作品 亦是因為版本龍馬本身的形象 在日本來說是非常受歡迎 已經去到英雄級 其實如果要數日本家傳護曉的英雄 其實原意經和龍馬都榜上有名 龍馬這個人其實我自己個人來說都很喜歡 或者欣賞 雖然他是日本人 但他的理念上是非常純相民主 自由 愛國等等 其實龍馬由於他的故事太長 因為大河劇都成60幾70集 不可能是很短時間 所以今天主要是想說 是他比較出名的一件事 就是旋宗百渣 但在說旋宗百渣之前 我們都要說一下龍馬的背景 很快地 龍馬身於一個地方 叫土佐帆 帆是一個地方 而是土佐的名字 他的制度 當時由德川莫府統治 德川家康所創立的一個朝廷 當然已經經過很多百年 差不多兩三百年 龍馬的時代 就是德川莫府的晚期 大家知道一個朝代的晚期 一定是千瘡百孔 腐敗不堪 龍馬也是處於歷史交替的重要時刻 身處的土佐帆 其實當時是有分上士和下士的制度 再簡單說就是階級觀念 上士和下士其實是視乎出身 因為在很多年前 當時誰有參與過反抗謀反領主的家族 他就永世世代代被人當作下士 即是生出來的後代 世世為老 代代為皮 沒得改變 以我所知 這個上士下士制度 是永遠永世不得改變 所以也形成了一個非常明顯的 不公平的階級觀念 龍馬出身的家庭 是一個下士階級 話雖如此 就算是下士 也是因為龍馬的父親 早年是收買的 即是用錢去買了官 才買到下士 因為如果你不下士都沒有 你的待遇 你的身份更差 所以龍馬從小到大 都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對待 因為受到上士欺負等等 由小時候 童年時代龍馬 就知道這個公平的問題 其實 逐著龍馬慢慢長大 看看龍馬的家庭 是女多男少 基本上 她的家庭 最有名的就是月女 還有一個侄女 她的侄女 好像叫什麼春珠 如果沒有記錯 她的親生母親 早死了 龍馬和月女的感情非常好 長大後龍馬也寫過很多 跟她的姐姐有很多書信的來往 這些書信 現在仍然保留在博物館 成為這個 研究版本龍馬 一個非常貴重的歷史資料 龍馬自小就無心向學 他小時候 雖然是他爸爸有給錢去讀書 但龍馬這傢伙 經常跟同班同學打架 打到最後迫於無奈退學 所以龍馬讀書是不多的 大家知道 輾轉之後 龍馬轉入面 好像是經她姐姐介紹 進入了一個劍法的劍術 劍術道場練習 龍馬的天分 可能就是劍術 劍術的頓悟度 領悟性非常高 基本上 那時候她已經成為 少年間是最出名的用劍高手 隨後龍馬就用劍術修行為理由 希望申請去江湖 即是出走江湖 你留意當時 你一個下士 想離開自己的帆 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事情 不是那麼容易 幾經交接 和人際人士關係後 土佐凡先批准了 離開土佐去江湖 江湖就是當時日本的首都 簡單來說是一個 鄉下祭出城的概念 從此龍馬展開了人生旅行 基本上龍馬一生就31歲 三十多歲 她一生不停地到處遊走 很多人都以為龍馬是一個 格鬥高手 或者劍術高手 這個我不否認 但其實龍馬真正的人生 和真正的職責 我覺得她像一個外交官 她是一個外交官 因為她一生不停地 周遊列國 和各個派系 這裏要說得很快 因為我不想太詳細說 龍馬一生最重要的事件 就是黑船 黑船來站是甚麼意思 這裏要說一說日本當時的環境 其實日本當時由德川莫府統治 但由於是晚期 日本一直採取鎖國的態度 其實跟我們大清朝差不多 即是我們自己關門 完全不外交 完全不跟列強進任何交流等等 亦都禁止其他列強在這裏宣揚任何外國的事件 最著名就是當時日本非常打壓天主教 基本上天主教是被各國視為邪教 任何信奉天主教偷偷地收拾十字架 都會視為二端要判死刑 所以你可以看到當時日本的國家是非常禁止外國文化 這個就是完全的鎖國 跟我們現在任天堂 任天堂都好了 現在起碼開放、合作、手機等等 即是跟早年的任天堂非常相似 所以我們經常都串任天堂是鎖國 由於鎖國的關係 歐洲列強、美國、科技、日新月異 最重要就是軍事上的科技 黑船來襲 黑船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講一隻很大的船 很大的戰艦 那它就是鐵船的 它就是鐵船 你留意當時在日本 是沒那麼高的科技 可以整隻戰艦都是用鐵做 他們在日本也是用木船 所以科技上的落口 令到龍馬非常震驚 因為那隻黑船 因為龍馬當時收到封 好像有吉田重任等等 龍馬傳是電視劇,有點誇張 劇情是龍馬剛好見到吉田重任和學生 有隻黑船一起去看 黑船停在他們面前 龍馬當時始終是在土佐藩的鄉下 他在面前看到這麼大的黑船就非常驚訝 他也驚嘆日本世界外的科技已經發展到這個地步 然後再看日本國家的鄉村科技 他就知道日本再不自強再不改變政策 遲早就會被外國勢力吞併 可以看到龍馬非常有軟見和他的態度非常正確 你看到我們大清朝如何被八國聯軍火燒元明遠 你就知道如果龍馬當時沒有這個思想 日本可能歷史改寫了 然後很快地說 龍馬亦一生中遇過很多改變的人 即是一些勁人 例如左九姦象山 以及他的師父聖海舟 聖海舟對龍馬當然影響非常重要 這些也是改變了龍馬的 即是無論是一身上的重視 例如聖海舟令龍馬成為海援隊隊長 成為海軍等等 這些對龍馬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這裡我提外話 我以前也吐槽過 其實龍馬應該是水屬的 因為龍馬一生都是出海的 他本身也是海援隊隊長 其實火屬就不太適合他 最多是龍馬的熱血等等 但水才是龍馬最能夠代表龍馬的象徵 就算當時日本海軍 即是後世日本海軍 當然是因為某個王妃夢見了龍馬才令龍馬這麼出名 大家知道大致上龍馬是海援隊隊長 也是因為當時日本的局勢就是 你的政府不行了 跟我們香港就很相似了 自然民間或者一些地方的勢力就會不滿 對德川莫苦不滿 即是覺得你太廢了 完全不行 即是再讓你這樣拿起來 這個日本遲到收檔 於是最大的反抗勢力就是長洲派 長洲派的領導者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高參進作 這個時候也有一個代表政府的派就是薩摩凡 薩摩凡當時也是一個凡 但他們就中心效命於政府 這個也關乎另外幾套大河劇 例如《督基》 《督基》和《西香電》這兩套東西 當時薩摩凡的渣奇人就是西香龍城 西香龍城一開始就是收聽莫苦的命令 於是對抗長洲派 但是經過龍馬在兩邊遊說的情況下 最終令到薩摩凡的西香和長洲派的高參進作 和小蟲帶刀等人進行秘密會談 其實我簡略了 其實薩摩派和長洲派是世仇 因為他們兩派打了很久 以及有一個深仇大恨 所以你要知道龍馬要拉攏這兩邊人去談和談是非常困難 也不是一次成功 龍馬周旋了很多次 所以在龍馬的努力之下才令到這兩邊的家長 所謂家長的意思是在日本的意義 就是他們的領導人 渣奇人 就叫薩摩凡長 和長洲的家長 最終薩摩和這個 當然只有貴小五郎 但我忽視了 不好意思 經過龍馬等人努力周旋下 西香龍勝和小蟲帶刀的高參進作等等 在交流過自己的意見之後 最終明白了對方怎麼想之後 就達成了和疑 你可以知道 其實我們政治政治 很多時候可能根本都不知道對方的想法 他就覺得自己想法是對的 所以跟你沒有辦法談 但其實很多時候大家可能去想那件事 都是想這個國家好 西香和高參等人都是想日本好 於是在龍馬的拆反之下 西香帶領的薩摩凡 變成反抗莫苦的勢力 當時莫苦的渣奇人 就是我們都熟悉的德川慶喜 其實德川慶喜當時只有二十多歲 他就是因為前一任的德川將軍 就收了當 其實他也不是親生子 他們當時日本很流行過計 即是過計給德川慶喜 本身叫一條慶喜 他就過計給德川家 所以德川慶喜就走馬上任 那你叫一個二十多歲 又沒有一個政治經驗的德川慶喜 你怎麼攤蘇州市 即是上幾代即下來的垃圾潮代 你叫他可以怎樣辦 那你叫他可以怎樣辦 那他就是德川慶喜都頭痕 德川慶喜其實都不是一個 熔絡無能的人 他本身都是 他都是讀書 以及楊化這件事 都有些見聞 他都知道 但你明白德川慶喜的位 他不是他話了事 他下面就有很多老神子等等 都是接受不到新的東西 就是為了自己利益著想 正繁緊的時候 經過龍馬的周旋之下 大家都知道 其實長洲派 是主戰派 他主張武力攻 即是武力推翻德川 但是龍馬就希望 用一個和平少少的手段 令德川慶喜 德川政府 自己投降 即是自己交回政權出來 這就是所謂的大政鳳環 這就是龍馬所推人 大政鳳環 意思就是 勸奠德川慶喜 將這個 還政於民 你可以簡單點理解 其實都很高難度 你想想 你要叫一個朝廷將軍 放棄自己的統治權 放棄自己的統治 這個其實就是勸行 簡單點說 其實都迫於無奈 德川慶喜之所以 那麽順灘 因為其實德川 那時幕府的勢力 非常貧疲 加上長洲派 有一班熱血的青年 還有他們有先進的武器 這裡又要查一查 為何日本有這些火槍 這裏就要帶回到美國 當時美國剛剛打完這個南北戰爭 如果你熟悉這個世史 就是南北戰爭何其激烈 打完藍北戰爭 關你什麼事呢? 打完藍北戰爭的時候 出現了一個武器過多的情況 因為戰爭打完 槍就放在那裡 這個時候就走私軍火 當然 因為軍火最好賺 藍北戰爭之後的槍械就輾轉流落到日本 不知道為什麼 當時長洲派就買了很多軍火 有軍火等於有實力 長洲派一路打到德川莫富 差不多打到江湖門口 所以德川慶喜不投降 難保你會不會 要是你就好看自己下台 要是你就被人打到你下台 所以德川慶喜最後就帶征奉還 將政權還給朝廷 所謂的朝廷 簡單來說就是新朝廷 或者你可以當天王 但是大家都知道 日本的天王一向都有命無實 每一代都是由將軍作主 所以就成立了這個新政府 也是之後的遺身 其中旋終八冊是什麼呢? 旋終八冊就說到龍馬 同一個叫後藤將爾郎 後藤將爾郎 本身就是土佐藩的第二把交椅 第二把交椅也很大 如果你看龍馬傳 他以前就很不妥龍馬這個人 因為龍馬是脫返的 脫返的概念非常困難 我免得解釋 總之你只知道 其實後藤將爾郎他們就不妥龍馬這個人 但是後藤將爾郎本身都屬於一個有政治遠見的人 私人恩怨其實就要放下 即是在大是大非面前 後藤將爾郎就約了龍馬見面 兩人就在一個船裡聊天 即是參艇出海 那船入面龍馬就向後藤將爾郎 提出了自己的... 即是成立了新政府之後 到底要怎樣設立一個政綱呢? 當時龍馬就趕了大約八條的政綱出來 即是當時口說的 即是未寫的 在這裏照讀 船中白策第一 就是將政權歸還給朝廷 政令由朝廷統一發出 即是所謂的大政奉華 第二設立上下議政局 這個全部讀維基 配置議員以參場重大政史 政事應該由公議決定 簡單來說 即是立法會或國議會 即是後期的帝國議會 就是所謂的 第三 這個第三是最有問題的 大家要留意的 第三是招納在日本不同地方 招納一些有能力的人 然後給他們一個官位 即是有能者 即是用人為才 不問出身 然後這個就很有問題 就將現在一些有名無實的官為削除 即是削除一些廢官 簡單來說 這個後話 最後會說的 其實這個 簡單來說就是所謂的內閣制度 第四 與這個外閣的交往 簡單來說就是開放外交 開放外交 第五 由於以前定下來的法律 可能已經過時 已經過了幾百年 他建議寫一個新的法典 即是約法三張 這個就是之後的大日本帝國添法 第六 切立這個擴充海軍 擴充海軍 簡單來說是加強軍備 大家知道日本是一個賭閣 四面環海 如果你要對抗外國勢力 很明顯是打海軍 可以戰的 所以這個真建海軍 簡單來說是擴充軍備 以應付將來外國的入侵 第七 切立親兵 首位帝都的安全 這個簡單來說就是 類似御林軍 保護帝都和天皇的安全 第八 物價應該跟回外國的物價 不要太便宜或者太貴 這個其實是關稅等等 即是外國入口的東西 你的價錢 即是外國入口的蘋果 你不能設定太貴 應該平衡物價 令到這個紋身就不會太辛苦 以上白賊就是所謂的旋中白賊 根據今次有龍馬 用紙筆寫下 再正式交給後騰仗義 這個就是旋中白賊 也就是怪彈拿來做SZ的技能 但我都黑人問好 我完全不明白這個關攻擊什麼 以上就是旋中白賊 旋中白賊 其實旋中白賊 在後期新政府成立之後 是拿了這個旋中白賊 來做一個主要的政綱參考對象 你可以看到這個旋中白賊 對新政府的影響很大 這個旋中白賊 其實某程度上都影響更加日本的政綱 主要是根據這八條規則去做事 剛才我說龍馬第三條的削除官員 是比較嚴重的 大家知道龍馬最後被人暗殺了 關於龍馬之死有很多猜測 到今時今日都沒有一個肯定的定案 為什麼要殺龍馬呢 其實龍馬之死令到很多派人都受嫌疑 但其實當時任何一方都不應該殺龍馬 很簡單 首先你就是反抗軍 即是龍馬幫你談和談 都已經談到 談到別人莫苦開門投降 這個時候你對立龍馬 其實你唯一說得通的就是熱脫的粉青 即是主戰派 因為他覺得我不讓你投降 我一定要打死你 即是不讓人投降 那些人就會覺得堆倒 即是龍馬這人主張和平投降 即是和理非非 那些主戰派就不可以 不接受投降 即是一定要打死他 這個唯一有可能 至於德川慶喜會不會堆倒龍馬 其實這個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因為當時德川慶喜都不知道怎樣落台 他想投降 但他又不可以 因為你有很多老神子 你自己的身份是將軍 你不可以亂投降 難得有個龍馬幫你談判 幫你拆掉 等你好好看太陰落台 如果龍馬死了 那德川慶喜就迫著要和長洲派開戰 我覺得絕對不可能 所以德川慶喜要殺龍馬 沒什麼可能 那會不會是殺魔凡 即是西鄉龍盛 這個我覺得沒什麼動機 嚴格來說 嚴格來說 你西鄉和龍馬都算是一個自交 加上大家的目的都是想 日本富強 和德川投降 即是德川環政於民 但你後期看西鄉的下場 可能 我也不知道西鄉追求的是什麼 最有可能 其實也是 為何我剛才說 射除官員 因為龍馬的旋中白賊 共有三條 直接影響到現有的官員 射除了一些有名無實的廢官 可能很多高官貴族 如果這個旋中白賊 即新政府成立的話 嚴重影響到他們的利益 可能他們吃慣好東西 即是高官後身 但他們不用做事 只是他們的官員 如果這個政策內閣制度實行 他們的利益就會受到嚴重影響 我覺得不要不排除 這班官員 找人暗殺龍馬 當然 這個都是猜測 所有東西都是猜測 到底是真是假 我們永遠都不知道 今期我們龍馬的旋中白賊 就來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拜拜